我不能原谅自己这个想法 因为我不敢想象 他去别人手里抢吃的 他挨一顿揍 我不敢想象 他睡在那个什么洞里面 每次想到这些 我就不能原谅自己 后来有一件事情 也真的证实了 我真的离不开他 有一天 我收摊回来的时候 我挺辛苦的 我挺累的 我姐姐和外人 上那个园子里头 去弄那个葱 让我看一会儿孩子 然后当时我就把门插上之后 我就躺在那儿 结果我就睡着了 我睡了一会儿 我醒了以后 我一看孩子没了 那个门打开了 就我一给我吓坏了 我就跑到院 我一看院门 也大场撕开了 我当时穿拖鞋 跑得很急 我跑了很远的时候 才跑到我们家的集市上 那天人很多 我就问了 我就看不看着 一个光闭的小孩 他们说谁没看到 然后我就跑 眼眼看到我姐和我爱人 就从那园子那边回来了 但是我不敢跟他们打招呼 因为我的事情 孩子丢了 回到院子里 我就再看 结果当时是什么 因为我们家夏天的时候 院子里晒着背 那个背就把我 那个桌缝的门挡住了 他就在我那个桌缝里面 光着身子 一口一口地吃辣椒 就是拐着那个辣椒吃 然后把自己的肚皮上 都是很大 那个时候 我就一看他 在家 我这心里再放下来 我觉得他对我 真的很重要 你说那个什么 把他遗弃的想法 全都是狗屁 我那时候 我也生不起来气 我就抱着他 我就哭 他没丢 我特别好奇 老赵 像这种情况 你们为什么没有考虑 再要一个呢 我觉得任何孩子 他出生下来 他都是应该有责任 去快乐成长的 我不想让第二个孩子 一出生 就是背着这种负担来的 其实我已经感受到了 赵这个孩子的艰辛 我不想把这种艰辛 我休止地去延续 给下一个孩子 你想过吗 这样的孩子 是需要终身看护的 对 有一天你们老了 不能再陪伴壮壮了 我和外人 可能有一点点的逃避 有一次因为我从 我收摊回来的时候 我就骑着三轮车 我就看到马路边 坐了一个 70多岁的老太太 她腿上躺着 一个40多岁的男人 这个男人明显是有病的 这个老太太 就替这个男人垂头 然后我回到家之后 我就跟我爱人说 我说小娟 我说我就看到了 若干年后的女 就在马路边替儿子垂头 然后我爱人说了这样一句话 她说 其实我并不希望 儿子能活那么久 其实很多的自闭症家长 他都希望孩子 能走在我们的前面 那样我们可能 也就能够真正的 安心避上眼 但这个事情可能是 不是特别容易实现 如果我们丧失了 一定劳动力的时候 我就尽量地去多攒钱 我尽量多攒钱 攒钱把它交给福利机构 那么就由他们来照顾 我不想就不给第二个孩子 天赋的 我觉得特别难过 我们常常觉得 人生很多悲惨的事情 其中之一就是 白发人送黑发人 但是今天听到老赵说 他其实不希望孩子 能够生活那么久 他希望在他们有生之年 能够把孩子 好好的送走 我想这个是有悲于 我们常人的情感的 但是又是一个孩子 一个生病的孩子 他的父母亲 最深知的爱乐 我进出的时候 我给自己心理安慰 有人问我 你的儿子是你的负担吗 我说他不是我的负担 因为 我不需要给他 攒钱上学 我寻找你 就算是我的负担 我 感谢观看